一丝是付不出一万一千元的修车费 车主竟然趁着车行非营业时间 用备用的钥匙强行开走车子 而且眼看爱车被其他的车辆挡住 还搬走了空心砖等等 在骑楼下硬切 强行90度转弯过程 空心砖都刮坏了他的爱车 还是要硬闯 网友看了直呼实在是太夸张 监视系画面中 黑色汽车不断前后移动 调整角度 车主提了心 就是要让车子90度转弯 从骑楼开出去 只是骑楼不只狭窄还有高低差 甚至还有他刚刚移走的空心砖 但他仍硬彩油门 任凭空心砖一路挂坏车子板金 也要让爱车离开骑楼 因为修车厂说 他疑似付不出修车费用 想要落跑 其他业者看着监视器画面 同样议论纷纷 据当事业者则在脸书发文 还原事发经过 表示这名男子疑似付不出 一万一千元的修车费 五号骑了个大早 六点就来桃园这间车行 拿着备用钥匙 硬把车开走 这任凭空心砖 刮坏车子的瞬间 也让业者忍不住提醒同行 小心他的下一站 是前往板金烤旗的路上 基本上我们都会把 要过夜的车子都放在里面 我们不会放在外面 画面铺光 网友直呼 车主是个狠人 这样也开得出去 有人说车子修好了 但又撞坏了 更有人表示 这就是敌伤一百 自损三千的招吗 事件引发关注 受害业者不愿受访 但坚持要把画面PO网 提醒同行 务必小心 记者林朱强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